黑暗的悬阴剑中 一片无风地带 一颗颗叶明珠被镶嵌在周围的石壁上 散发出柔和的光芒 也是笼罩在这片区域 令得此处在黑暗的悬阴剑中 显得颇为的刺眼 但柔和光圈笼罩之下 一道身影静静盘坐着 犹如老僧入定一般 纹丝不动 在这道身影的身体之上 布满着一些灰尘 显然这种静坐状态 已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身影的前方半空 一个令人心悸的黑洞 缓缓地旋转着 一道道淡淡的吞噬之力散发出来 任何东西 只要靠近其石杖范围 都会被顷刻间吞噬进去 寂静中 突然有着一道 无奈的叹息声响起 目光望去 只见得一道细小的身躯 正悬浮在那身影不远处 正是小雕 而很显然 那一道如老僧入定般的身影 自然便是临动了 此时的小雕 正极度无奈地望着临动的身体 这句屈窍已是寒冷如冰 甚至连呼吸都是不曾具备 这状态完完全全地 是陷入假死之中 他娘的 这家伙进去都半年多时间了 难道还没通过吞噬祖父的考验吗 小雕爪子苦恼地挠了挠头 那眼神之中 也是无尽的担忧之策 自从当日临动进入吞噬祖父之后 已是有着半年多的时间 没有音讯 那面前的黑洞中 也是没有一丝丝的异动 这样的小雕都不知道 现在临动究竟是死是活 而且虽然黑洞就在眼前 但小雕也是不敢闯进去 他非常清楚 如果闯了进去 恐怕他就真的走不出来了 小子 若你真的死在里面 可别怪雕爺呀 雕爺也跟你说了 很危险的 小雕不断叙叙叨叨着 看得出来 他也的确是有些焦急 他在这里等了临动半年多时间 但后者依然是没有半点动静 而就在小雕来来回回叙道时 突然间 那半年多都未曾有丝毫动静的黑洞 突然传出一道低沉的闷响之声 而后那黑洞便在小雕 惊异的目光中飞快地旋转起来 那种吞噬之力猛然暴涨 糟了 感受着那突然爆发的吞噬之力 小雕眼神也是一变 爪子急忙舞动 紫黑色的能量在其面前凝聚成光盾 而其本体也是飞速后退 紫黑色光盾刚刚成形 便在接触到那吞噬之力的时候 迅速崩溃 然后直接被吞进黑洞之中 而且在吞掉那光盾之后 那股吞噬力依然并未减弱 扩散开来 直接是将这片空间变得犹如沼泽一般 而小雕暴退的身形 也是直接被迟缓了下来 最让的小雕眼神巨变的是 他的身体不仅被迟缓下来 而且还在逐渐地 对那旋转的黑洞中移过去 这让他有些恐惧 若真的被吞了进去 他恐怕就真的要消散于天地之间了 这鸟祖父居然这么邪门 小雕愤怒地骂着 不过随着他的挣扎 那从黑洞中所散发出的吞噬之力 反而是越来越强横 到的后来 竟是直接将其扯起 一头对黑洞内投射过去 望着那越来越近的黑洞 小雕顿时忍不住破口大骂 刺耳的骂声在这无风地带中回荡而起 无谓的骂声显然没什么作用 所以当小雕望着那近在咫尺的黑洞时 眼中也终于是涌上一抹绝望之侧 大声吼道 娘的 林洞 雕爷来陪你了 你死得不愿 砰的一声 反而 小雕吼声刚刚喘出 一只大脚便从黑洞中探出 当头踢在她的身体上 时间将其踢飞了过去 吐如其来的骂声 让那小雕愣了一下 不过望着那越来越远的黑洞 他也是如是重负般地 松了一口气 玄机猛地回过神来 狂喜地望着那从黑洞中走出来的人影 林洞 你还活着 那从黑洞中走出来的 自然便是林洞的精神力 他看了一眼小雕 嘴角一撇 说 乌鸦嘴 少诅咒啊 小雕惊喜地望着林洞 突然间 他却发现 那从黑洞中散发出的吞噬之力 对于林洞 似乎没有半点作用 当下一震 此事明白了什么 视线震惊地望向后者 你 你成功了 林洞笑了笑 反手一抹 那黑洞便迅速缩小 最后直接被其一口吞入体内 这才拍了拍手 笑眯眯地说 侥幸获得福林认可 嘖嘖 小子 有点能耐啊 小雕好奇地凑了过来 眼中满是惊叹之色 林洞能够成功地获得认可 显然是大大的出乎了他的意料 你的精神力 似乎变强了许多呀 凑过的小雕 突然注意到 林洞这精神力 竟然是无比的凝视 看上去 简直跟本体没什么区别 林洞笑笑 心念一动 这无风地带 方圆百丈之内 所有巨岩 却是缓缓地悬浮起来 旋即疯狂地 对林洞头顶上空 轰然汇聚而去 眨眼间 便直接凝聚成 一座巨大的石山 极其震撼人眼球 林洞如今的精神力 与进入黑洞之前 不论是强横程度 还是操控程度 都是变强了太多太多 我现在的精神力 应该勉强达到 高级灵腐尸的地步吧 林洞双手负于身后 仅仅只是心眼一动 那头顶石山 便对黑暗悬阴剑中 投射过去 最后被一道道 猛烈的地上寒气 轰得支离破碎 高级灵腐尸 闻言 小雕眼中 也是涌上一抹震动之色 精神力的增长 本就艰难 但是 这短短半年时间 林洞是直接 从低级灵腐尸 跃到了高级灵腐尸的地步 而且 以小雕的眼力 自然是看得出来 对于这股力量 林洞一点都不生涩 反而是游刃有余 显然 这一次 他在炼化吞噬祖夫时 得到了极大的好处 我闭关有多长时间了 林洞目光转向本体 望着上面的灰尘 不由得一正 说着 小雕探了探爪子 半年多了 林洞点点头 这与他意料的时间 倒也差不多 半年多的时间 他所取得的成绩 倒是相当不错 至少 光想将精神力 提升到 高级灵腐尸的地步 就算是他 正常修炼 那也不可能 在半年内达到 先回归去教 林洞心神一动 这道精神体 便迅速消散 化为雄混的精神力 飞快地涌入 那盘坐在地上的 躯体之中 随着精神归体 林洞拿紧闭 半年多时间的双目 也是陡然睁开 身体之上 雄混的原力 顷刻间爆发开来 所有的灰尘 紧束 震散而去 林洞轻轻扭动了 一下身体 顿时浑身骨头 发出咔嚓的清脆之声 一种淡淡的无力感 散发开来 对于这种无力感 林洞倒并未在意 心神一动 雄混的原力 便自丹田内 如同潮水般涌出 最后流淌在经脉之中 顿时间 充盈的力量之感 便是充实在 林洞全身 半年时间 原力 倒是没有太多体生 感受着原丹中 储存的原力 雄混程度 林洞眉头 却是微微一皱 小雕犯了翻白眼 你这肉体 半年中 都处于假死状态 体内原力 未出现异赞状态 就已经很好了 难道 你还想跟精神力 一样暴涨吗 闻言 林洞却是一笑 目光看向 那呼啸着 地煞寒气的悬阴建筑 说 倒也不是不可能 这里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同样是一处 修炼原力与肉体的 绝佳之地 小雕一惊 说 你想要在悬阴建筑修炼吗 林洞微笑着点了点头 悬阴建筑的天地原力 蕴含着 极为狂暴的地煞寒气 若是在此之前 他恐怕也不敢大肆吸收 但眼下却是不同 在成功地炼化了吞噬祖符之后 这在其他人看来 极为恐怖的地煞寒气 对他来说 却不再具备什么危险 倒是可以试试 能否借助此地 突破到造化境 林洞脚尖 一点地面 身形便在小雕惊愕的注视下 飘绿而出 最后 直接是悬浮在那悬阴建筑中 吞噬之力 吞那万物 林洞悬浮在悬阴建筑中 心神一动 一圈黑洞 便在其身后 缓缓地扩散开来 顿时间 恐怖的吞噬之力 立刻爆发出来 在那吞噬之力 爆发之时 这悬阴建筑 无数道狂暴的地煞寒气 也是犹如受到心瘾一般 铺天盖地地 对林洞暴力而来 那等声势 就算是造化境大成的强者 也是要被害得面无人色 然而 林洞健壮 面旁的笑容 却是愈发的浓郁 如今的这些地煞寒气 在他眼中 已是壮达他原历的 最好不要 这些足够的 可不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